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那麼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呢 目的是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 大家批評一下政府或者某些事情 某些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那麼大家大鬧一餐就算,法事一論就算 那麼其實我們希望呢 能夠更深入一些討論一些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一些的解決方法 那麼還有呢,就可以令到,然後有什麼可以做得 可以令到香港更加好的 好了,今晚我們會討論一個題目呢 其實都是發生了一段時間的了 那麼都是在上幾個星期出現的了 就是關於醫療失誤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會看一下了 到底醫療失誤這些問題呢 就是常不常見呢 那麼還有呢,是有什麼辦法我們可以避免呢 那麼今晚跟我們一起參加 做這個節目呢 就有金銘妍啦 那麼大家都相好熟的了 那麼還有何佐治,札果神經科醫生 那麼還有呢,就 另外一位呢 我們大家相信都 都經常都在電台節目都聽過的了 那麼他呢,就會幫你是…會…一位專欄作家啦 那麼也是一位以前的大學的前講師 那麼大家一開聲你就知道… 知識點法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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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王兄 好啦,王萬元 好啦,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好,那麼首先呢,我們先看看一下 那麼最近呢,在傳媒方面呢 這方面的報導很多很多的 其實我相信呢,比較多人聽聞的呢 都是前一陣子在江西來的 在香港大學金融學系一年班的女學生啦 那麼張靜雯 那麼原來呢,她有一次呢 在洗澡房 那麼洗澡的時候 突然之間暈倒啦 那麼這次呢 就送入瑪麗醫院啦 那麼很快呢 就五日之後呢 就證實了 她變成了植物人啦 就是沒有辦法幫助 沒有得救的啦 那麼整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我看回報道裡面呢 那麼原來呢 當時呢 這位 這位 女學生呢 那有一位舅父呢 是當時在英國做工程師的 那麼她就立刻趕回來的 那樣 那麼很快呢 那麼她的父母呢 在外地呢 也都很快趕回來呢 就來到看看香港的情形 那麼原來呢 這位學生呢 那個媽媽呢 她原來呢 是一位 在一個內科的江西醫學院 曾經內科教授 和一個主任醫生來的 這位張媽媽 那麼她當時呢 她見到那個 她的女兒的情況啦 她發現呢 她的女兒那裏呢 腳底那裏呢 就有一點點水腫 那麼以她那個自己 專業的經驗呢 她覺得呢 這個應該是 腦水腫的症狀出現了 那麼她就約那些 在醫院裏面 馬里醫院那些醫生 那麼就跟她聊一下 就就指陳這個問題 她說 你應該做點事了 在我們的經驗呢 這個是一個 那個腦水腫的問題 那麼當時呢 她得到那個感覺呢 就是當時的主診醫生呢 就只是用一些鎮定劑 我都不太了解一下 就是當個病人分離的時候 你還要鎮定她 我都不太知道 為什麼會用鎮定劑 這是不是一般西醫的正規的手法呢 那麼她就覺得呢 她就覺得呢 就好像她們不是很重視 好像外國 就是好像內地那些大陸醫生 雖然這位張媽媽 是本身有一個 她一個是教授 和一個主任醫生 不是一個普通的 普通階層的醫生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她都發覺呢 她都發覺呢 香港幾位主診醫生 就像是內地人那種感覺的 好了 結果呢 就要搞到那個醫院的行政總監 賴福明插手這件事了 於是這兩個主診醫生 開始轉變 然後跟那個家人開會 差不多是三十一號的了 開會呢 就證實呢 喔真的喔 她是腦水腫 但是很可惜呢 到那時候呢 就已經是發現呢 那個腦掃明已經看到呢 她已經 就是她的腦電波 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訊號 她只能夠呼吸一下 那就證實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做得了 那好了 那這位 因為她自己的媽媽 是一位腦科醫生 就是她知道呢 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可以說 是都沒有什麼機會幫得到的了 那她都結果呢 都決定呢 就拔掉條管了 就是讓她的女兒 就安長一點過去了 那當然啦 這件事就是不是這麼了結啦 那因為呢 過程中呢 就是他們都發現 是醫院其實是可以做些事情 因為已經有 有一個所以說 一個有足夠資歷的醫學教授 已經提出過問題 但是他們沒有去跟進 那所以呢 他們已經是考慮呢 就會在法律上 是來追究這件事的 就是要補充一點 當時她 這個患者的父母呢 看到醫院這樣呢 她是 因為她認識的 港大醫學院的教授那些 很熟悉的 所以 找他們來到 跟醫院談的 是 這樣 醫院都不理她 當初初是不理 跟著就 她就找一些老友 即是港大醫學院的老友 即是腦水中 你第一時間應該要 depressurize 其實這些案子呢 其實這些案子呢 阿Doctor 引用這個案子呢 就像那位警員一樣 一樣的 我前幾個星期 才看到她 她的老婆 即是出席一個公開場合 跟她談了兩句 是 那 警員現在的情況已經過了 她說沒有什麼盡錢 暫時還是再做不到 沒有什麼盡錢 沒有什麼盡錢 不是 腦壞了 即是她 執勤的時候被 插到一個頸動物 大動物 跟著就進去伊莉莎白 但是呢 她 她這個 警員的媽媽 就知道有其他 例如高壓養治療 或者其他的醫療方法 就跟醫院商量 他們那個主診就極力阻止他們 用這些東西 又不幫他們去別的地方 那你也要醫院協助你去別的地方 來處理的 完全是反對 我自己 叫了很多次交 我自己做醫生 都經過 一些病人 有時候 他是知少少的時候 這樣好 不如這樣 不如這樣 有時候是很難做的 即是 你見到她的時候 你都是很想幫她 但是你明知道那些是沒有用的時候 那 如果你順從的意見的時候 那 有時候是不一定是好 那 她這個 她這個警員 她媽媽提出的時候 是醫院已經沒有事好做的了 那 大家清楚 她提出的人 不是一個普通的家人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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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科的主任教授 還有 上一單 警員那件事 提出醫療的手法 不是一個普通的家人 是大陸請回來的 一個教授 一個很出名的醫學教授 他們就建議用其他方法 好了 其實 在報紙上報道 我都看到已經有知書馬跡 當時 她說了出來 張醫生 張教授 說了出來之後 她說醫院 就不單止沒有採取她的建議 她建議什麼 我們不知道 因為報道 報紙上沒有怎麼提及 她也沒有提供任何 針對現在這個問題 看到這個問題的方法 好了 她就說 很明顯 這位 張教授 就曾經建議 用這些方法試一下 但是 香港醫生說 這些方法 香港並不適用 大家再猜一猜 你猜一下 她會提出什麼方法 是很明顯 是高壓養分療法 是吧 因為這種方法 在外國 在大陸 已經很多醫生 懂得用 簡例香港 人家用了這麼多十年 無數醫學的文獻 已經證實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絕對可以嘗試的 她一句話 香港並不適用 她不要說香港 香港 香港 你說她自己的 她自己不適用 她是不適用 還是不適宜 所以 遠方不能接納 你看到 家屬提完 家屬不是普通的 阿斯拉 你記住 搞清楚 這是一個 老科的教授 主任 提出 這些方法 我估計 在我們的醫學角度看 在當時 一般的做法 不是用鎮定劑 是用鎮定劑 是用鎮定劑 鎮定劑 至少將發炎的情況 控制 因為通常 如果腦發炎 腦就會漲 腦脹會出現壓力 有些地方 有些腦癌 腦的腦癌出現 如果壓到 腦底部的神經線 會很嚴重 所以一般正確的手法 我所了解西醫的正確手法 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一定會用鎮定劑 用鎮定劑 其實我估計 他應該的建議 就是用一些藥 加著用高壓氧 高壓氧 香港有沒有呢 香港是有這些設施的 因為香港的消防局 是有這些設施的 主要的做法 是給深海潛水的人 例如Divers Band 他沒有辦法 他回到來之後 太早上水 所以這個問題 我也知道 香港有一間私人公司 提供這類的醫療手法 醫療應該由這些 我明白 我也參觀過高壓氧的公司 這間公司背後的人 都是以前在消防局的高級技術人員 所以他很知道應該怎樣做 他當然也參考大陸 很多時候用高壓氧 處理很多腦的問題 或者中風之後的核遺症 或腦部缺氧 很明顯一個 一個常理之下 你都覺得這是可以採取的方法 但當時 香港的醫療 就是這兩位主審醫生 我們都不會說 全香港醫生都會這樣想 拒絕用這種方法 好了 搞出這個問題出現了 這就是其中一宗 另外一宗 正如說香港 香港人治得不好 當然 問題是否大陸不出現 大陸有同一個問題出現過 最近清明時節 很多人上去掃墓 話說香港 有一位十七歲的匯考生 是曾俊華 這位年輕人 四月三日 跟家人去大陸掃墓 當時遇到很風寒 突然間 覺得有一種感冒的感覺 就入醫院 入沙井人民醫院求醫 當時入院後 醫院就說 這些小問題 不過是釣完水 不知為何 大陸很流行釣完水 香港人很少用釣完水的方法 來到這些所謂感冒不適 初初想起一個小問題 但在釣完水期間 這位年輕人說 突然覺得 我胸口很痛 開始呼吸困難 接著抽筋昏迷 當時她的姑母 在當時害怕 大家叫醫生幫我看看 醫生馬上很快發現 原來她的心臟已經衰缺 腦跡碎了 要適時開刀 當時開刀 打算開刀解決了 很容易解決 結果開刀之後 發現 都是不可以 都是昏迷不醒 當然 家裡的人很生氣 一般人的心目中 一個感冒的問題 風寒的感冒 進去之後 醫治到昏迷不醒 基本上醫院都跟她說 都不要再浪費時間 拔了喉 讓她自己去 當然香港一般人 都有這種錯覺 這間醫院的設施不夠好 一定要求轉去第二間醫院 設施好些醫院 但醫院說 你搬她的期間 又要拔了喉 可能有危險性 我們不負責 但當然香港的家人 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好 但最終最終 她的感覺 是說醫院 經常都不肯告訴她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肯給她一個 肯定的答案 只是說 對不起 很抱歉 這件事發生了 他們現在就在那邊 每個月 好像六千多元一天的住院費 當然香港的家人 都不是秋天那麼好 但他們說 就算我破產 我都要救我這個兒子 這個心態 其實我們經常見 當病人遇到這些情況之後 他往往都是想著 我去一些好些醫院 你做得不好 我用多些錢 我怎麼都要救好他 這個是發生在深圳 在大陸 跟香港出現的問題 其實是很相似的 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香港的醫療 有些人說 香港醫療那麼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 但是大陸 大陸也看到這些情況 也想著 我又要告他 好了 這些情況 其實原來 立法報章上 其實真的很多 簡單說說 其中有一個肥半漢 因為他太肥 就想著 用一種縮胃的手術 即將胃一部分割走他 減罪四分之一 這種在外國 也有很多人嘗試 有很癡胃的人 真的沒有辦法 唯一把胃割了一部分 讓他吸收會比較差 但是這位任職在賽馬會 這位四十多歲的人 在伊莉莎白 進行這個縮胃手術之後 就失敗了 伊莉莎白首衆 第一次做 他第一次做 是的 首衆 手術失敗 就死了 這個就看到 又一宗的情況 原來看看 原來幾多 原來另外一個 在廣華醫院裏 又出現另外一宗 一位七十八歲的老人家 當時說他還未及時發現 檢面出他有腸癌 導致他認醫治便死了 這位老人家是七十八歲 於是他就說要告 結果他就申請法律援助 法律處就拒絕了 其實背後有很多原因 你看看醫院的說法 即是George說 很多時候 我們不可以只怪責醫院 不可以怪責醫護人員 其實很多時候 實在發生的事 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件事 為什麼我覺得法律處 是拒絕受他們的 原來當時 這位媽媽 這個就是在2005年5月 大便出血暈倒 因為他暈倒 突然斷了右腳 送到廣華醫院 醫院那裡很明顯 照光影看到 他的骨折已經斷了 但是他的五天之後 醫院裏便叫他快點走路 快點走路 就是多多走道 但是他媽媽說 哎呀痛得很辛苦 我真的不想走 十天之後 他不肯走了 醫院說算了 那你就要再照X光他 再再看看 那當時呢 他的兒子就不要 就要他媽媽出院 那還有呢 他就最後了 到六月了 但這個五月的時候 到六月一日的時候 再討他媽媽照X光 發現他的骨骨 是斷開了移了位 導致了傷殘 那這個情況 我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幫他做過手術 他只不過呢 就發現他是有骨折 那骨折之後呢 就五日之後呢 就叫他起床 自己盡量走路 那樣 雖然他痛到死 那結果再照呢 就是發現他骨骨 都是有移開了位 那說他因此而傷殘 這位其實已經七十八歲的老人家 那好了 那他說呢 醫院方呢 是曾經呢 要求和他媽媽開刀的 就是進行駁骨的手術的 那但是因為呢 他覺得他媽媽自己有心臟病 所以他拒絕的 這不是說不幫他跟進 他要說 就是我媽媽心臟病 就是做這些手術 其實就是他負擔 就是可能抵受不了 那於是他就自己安排 就去自己出院 那到七月二十七號那時候呢 他再去廣華醫院 接受內科檢查 那裏呢 就幫他做那個大腸的背餐 那個X光檢查 就是看看腸方面有什麼問題 但是發現呢 可能接受得不清楚 有時候呢 如果那些病人 便秘啊 很多積很多的糞便 那其實呢 做了背餐呢 可能不成功的 那好了 那既然不成功呢 那他就要求呢 他的兒子呢 就幫他媽媽簽字 是同意進行另一種 別腸鏡的檢查 就是放條管下去 那來看看到底那個大腸的情況 那但是呢 就 檢查的 但是呢 醫生就說他呢 其實腸沒什麼問題了 不需要檢查了 但是結果呢 他媽媽去了上海的醫院裡面檢查 有美期癌症 結果呢 就是上年11月就過了身 那原來這件事呢 他說當時呢 其實呢 因為他背餐檢查不成功 那醫院就說 不如我們跟進那個結腸鏡的檢查 那但是他當時的兒子就說呢 其實他媽媽沒有什麼表面的症狀啦 沒有什麼所謂結腸癌的症狀啦 那他其實呢 他就自己拒絕了 那其實呢 醫院其實是想幫他繼續跟進做的 但是他自己拒絕了 那結果呢 他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在上海 他肯做這個手術呢 這個檢查呢 就發現是有事的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好像 Joy剛才所提的 有很多時候呢 病人其實醫院不是說 不想幫你做 那有某種原因之下呢 你是不讓人做的 那當然呢 不讓人做之下呢 他很難知道這個這樣的資料 那可以看到 這個法援署拒絕這個原因呢 其實是很明顯的 他一定打不贏 人家不是說 沒有上去沒有上幫助 其實做過之下都不行 那好了 那其實這個問題呢 不是只是香港 其實很多國家都會有這個情況的 那我再講講簡單一點 其實其實很多單的 就好像瑪嘉莉醫院的留醫那裡 有一個留醫的女人中風 那樣 就沒有人理 那結果呢 就搞壞人命了 那事發也是這樣 那一位男士 蕭唐貴 在去年9月18日呢 接受了那個膝頭高的手術 那當時他有高血壓 那醫生說他在手術六個小時之後呢 就要看著他的心 他有高血壓的人 要看著他 那沒多久呢 那他那個蕭太太呢 就發現呢 他就說 他那個太太 發現他的那個先生呢 其實呢 就有些 有些不識 發現有些少少模糊 那沒多久呢 他就聽他 神志不清的 說了一些無謂的事 那又說 又要去廁所 又要拉拉鍊 又要落床 神志立刻 當時有些問題的 那他也都看到他呢 左邊身體沒有力 左邊肌肉呢 又有些僵硬 懷疑他已經中了風 那於是 超體問那些護士 那於是 快出去幫他 看看到底是甚麼事 那結果呢 他證實他中風呢 結果是不治的 那這件事呢 又出現了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有病人組織 有他那個 認爲的問題 那個原因在哪裏呢 那其實呢 最近呢 那個 醫管局呢 亦都自己自動 有些數據看出來 那其實呢 其實很多手術 本身是有危險的 那譬如全身麻醉來講 那其實呢 在香港的數據呢 在過去三年裏面呢 有成二十三個人呢 因為全身麻醉而死亡 那個數據大概是 每一萬人呢 是有零點六一四個人的 那這個數據呢 其實呢 就跟其他國家比 高於法國一點點 但是呢 亦都低於歐美其他國家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 就是醫療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廣泛性的 那很多 其實香港出現 外國出現 那有很多情況呢 可以說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有時備無可備的 好了 那問題是這處 那原來呢 就是 原來很多這種情況之下 發現呢 那是投訴無悶的 你想去跟進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理睬你的 其中一份呢 在另外一份報紙說了 那一位彭先生的母親江女士呢 其實他平時呢 就洗肚 因為他腎蠍結洗肚 通常在家裡一天做三次,但有次不舒服,發現他要入醫院, 入醫院,短短半個月又過了身。 你看到這些情況,不斷地一單一單一單出院。 另外一個情況又很有趣,原來一個香港電器大王蒙文偉,南海仙, 十二年前,在醫院出生後,血糖過低,導致腦部細胞死亡, 慢慢導致智障和視力出現問題, 然後控告醫院和醫生忽略,索償。 苦轉很多年,十二年之後,三月是庭外和解。 另外一位是八歲外籍的女童,索償5億, 這件事將會在庭外解決。 這情況是相當多的。 陳英,George說,其實外國都出現相似的問題, 外國情況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醫療失誤這件事, 差不多是很難避免的。 好像你開車,一定有car accident,當然有。 但是,好像剛才的院長說, 你應該有一個渠道可以投訴的。 因為要有一個平衡的。 你不是說,完全對醫生有利, 或者完全對病人有利。 美國呢,就是個個都知道, 那些是對病人有利的。 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律師, 是幫病人告那些醫生的。 好了,很多時候就是巨額賠款, 賠到怎樣呢? 就是有些醫生的保險費高到, 就是,根本是很不合理的。 不合理到怎樣呢? 有些OB是幫人接激的那些醫生, 他說,我不做了。 有些做外科,幫人切割的那些醫生, 他說,我寧願做除訪, 切除訪的那些,沒事的。 比如,你幫人接激的那樣, 你落鉗,他又說你, 你不落鉗, 你避免了, 你缺氧的時候, 他又傷了腦子, 又是告,怎樣都是告。 那時候,我怎樣做呢? 我怎樣做才好呢? 有時,你做好醫生, 你有一種責任, 你有一種專業, 你自己是想做好那件事。 但是,有時候, 你想做好的時候, 結果不一定一定好, 但是,你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 那時候,被人告的時候, 覺得很不值得。 但是, 在美國方面, 因為律師他要生活, 他要告你, 他和病人分補保険費。 好了, 保険費高到那麼緊要的時候, 很多好的醫生都不做。 那時候, 受苦費變成, 生兒子, 找不到人幫你接兒子, 對嗎? 好了, 另一方面, 好像袁先生說, 在香港, 投訴無門。 為什麼呢? 我自己有一個親戚, 在診室裡做。 有一天, 有個律師, 問他的醫生, 有一宗案件, 就是那個小孩子, 在醫院裡面, 因為他的腸打結, 死了。 希望他的醫生, 幫他作證, 證明那個醫院是失誤。 一定不會做。 醫生看完那個報告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做這些事情。 那, 原因就是, 我只能夠是估計的, 因為, 你在這裡賺錢, 將來你要在醫院做的時候, 嘩, 你砸背脊, 每個人都不理你了。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有補救方法呢? 其實不是沒有的, 你可以在別處, 例如美國, 他在這個州裡面, 作證的時候, 他可以請另一個州醫生過來作證, 是嗎? 那, 那, 香港也是可以的, 你去其他地方請, 例如去英國, 去加拿大, 美國, 請醫生過來作證, 不過, 那個費用就很高了, 那時候, 有沒有另一個渠道, 可以, 幫那些病人, 取得平衡呢? 這個, 我想是不行的, 只要我們大家, 努力的時候, 是可以, 有這樣的, 渠道, 為香港的病人, 謀取, 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平衡, 香港的平衡, 是對醫生有利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 我在加拿大, 是做過正醫, 在香港, 現在是做正醫, 為什麼對醫生有利, 因為, 在加拿大的保險費, 是香港的七倍, 即是, 比較上來講, 香港的保險費, 是便宜很多, 為什麼? 因為, 沒有什麼人過得成功, 你找不到人作證, 是吧? 不是, 你找, 即是, 如果一個中產家庭,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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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如果, 有些, 病人權益組織, 能夠組織起來的時候, 即是, 做一個Panel, 對, 你有這樣的, 投訴的時候, 他幫你審查, 審查了之後, 如果, 認爲是真的有理由的, 是去外國請醫生回來, 不是, 不行的, 好了, 或者我們, 休息數分鐘, 跟著, 我們會, 請我們, 去行我們的專家律師, 在這方面, 去看看這方面的問題, 好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www.naturalh-e-a-l-i-n-g.com.h-k 好了,我們又回來, 繼續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題目, 是關於醫療失誤, 我們怎樣去避免的, 好了, 我們都想聽聽一下, 在法律界這方面的意見, 有人提及, 要打官司, 亦都知道, 在外國的打官司, 其實很流行的, 很多律師, 在醫院那裏, 或者我叫Ambulance Tracer, 看著救傷車, 發生什麼事, 跟著救傷車, 跟著去拿生意, 那裏, 等於我們去申請車牌, 那裏已經在等你學情, 一模一樣,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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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個, 訴訟這件事, 其實香港都有這些數據, 我想先聽聽聽,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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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用, 有時候又很無謂, 又很無謂的, 又很無謂, 那裏的平衡, 就是很難的, 英制之下, 就是不要鼓勵一些人告, 但是你變成, 你欺負那些, 沒錢告的那些人。 你說毛文衞, 這個大有錢人, 這個大有錢人, 這個是信興集團主席, 很明顯他不是公立醫院,是私家醫院出身 你見他以這樣的財力,結果都是庭內和解 所謂庭內和解,民事官司九成半以上是庭內和解 因為對中大家兩敗居傷就不知道誰贏 最慘就是這樣,你可能沒有十多年不知道誰最終會贏 結果唯有一個人給一些算,最終是譯了律師 庭內和解的文件來往十幾年都很大不費用 因為很難證明誰是傳對誰是傳錯的 所以不需要證明,因為你爭論就行,爭論就律師賺錢 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意思是你作為一個法庭上的法官 如果你要裁判的時候,你都要幾%對幾%錯 很難說100%對100%錯 所以是不是和解 如果你說醫生是沒有錯的 即是在法律上,你不用說絕對沒有錯 要take reasonable care 合理的小心 即是做足的 做足的 醫生應該做事,其實是不會被人告到的 即是在法律上是告不到的 你可以告我,我告不入 他一定要證明你是有些事情不care 你不做足的 你民事都要證明的 所以做得庭內和解,其實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 不過去到賠多少呢? 怎樣賠法呢? 除此之類,大家可以談好 你醫院好,醫生好,顧著名譽 免得說那麼多,總之一筆錢 大家也不要想出來 那你見這些所謂的庭內和解 其實醫生是輸錯的 因為沒事,我需要跟你和解 你試試來告我 你告我肥膀,你告我 我有空跟你和解 你告我吧 你說給你那幾千元的律師費 那些律師信的錢 我都不理你 我都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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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毛毛子 你說要告我 你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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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了律師費 我都不理你 你是不對,就不用理 是不理的 其實醫生,如果你做足自己的功夫 無論你是什麼醫生 中醫西醫也好 你做足,你清清楚楚 自己是沒有所謂疏忽的成數 其實是可以沒事的 證明到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 即是在香港也要 結果當然 你剛才 醫生舉了那麼多例 就這樣常識看 那些主診醫生都是 都是煩了很多疏忽的 negligent 所以他自己有責任的時候 他當然有些理由 對方有些理由 大家爭論 然後告訴他們 很貴律師費 如果最終 醫生打贏了 醫生是整個醫官高拆 請了最厲害的大長 四個大長請了他 TOP的大長請了他 你不夠我砌的 嚇一嚇 對方又這樣 很慘 可能幾百萬 到司費 拿不回任何東西 我給你一百萬 你算了 大家不用出庭 通常是這樣 其實你知道的 製造下面 將不清楚的東西 掃在地毯下 就算了 大家就和解 那和解了 你就不可以出聲 大家就算了 我突然有個問題 好了 掃諸法律 是否會少了醫療失誤 我真的想問一下 很明顯 在外國的經驗 在香港經驗 其實這些問題 是沒有 因為有官司可以打 會減少 問題的重心不在那裏 我一遲點會解釋 問題的重心 應該是怎樣去解決 先說一下 香港醫療的訴訟 有些數據 我都收拾了些數據 原來在香港200年 1月到2004年 4月這段期間 在香港醫管局 總共處理醫療失案的索償 而採取庭外解決案件 有76宗 總共賠了3千萬元 而法庭來裁決的數目 是零的 可以這樣說 雖然有12宗 開始要展開法律訴訟程序 但在過程裏面 大家結果都是庭外和解 賠償了1千5百多萬 這樣就算了 香港可以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當然美國 美國就不同了 因為美國的判罰款是很高的 因為我最近 阻嚇性的懲罰性的賠償 是很高的 英國法則沒有這個原則 不會被判罰的人 因為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資料 講這些法律的荒謬的地方 其中有一個女士在麥當勞買咖啡 我記得 在那個途中 她的咖啡在車內堵死了自己 燒傷了 結果她就告麥當勞 結果賠了幾億 即是 告她什麼 告她 沒有警告她 沒有警告她 咖啡那麼熱 有沒有看錯 幾億 總之 我都呆了 我看到數 應該這樣 她想索償幾億 她想索償幾億 是判了她這麼多錢 有時候 然後又再廢一輪 總之結果賠了很多錢 幾億 如果她是普通人 是很詫異的 其實賠償的邏輯是怎樣 假設你專業人士 你賺多少錢一個月 計算到你五十五歲 如果越高社會地位 入息越高的人 就越大筆 你說這位女士 她是不是電影明星 是一個普通的家庭 黃兄 你突然這樣 剛才這樣說 我記得 上個星期 有一件事 說 南韓籍洗衣公司 洗壞了一個 普通地方法院 在美國 一個法官的庭 索償好像五億 不是錢 不是錢 就是我們那個 整髒了一個褲 不是她計算出來 她計算 懲罰性 為何整髒了一條褲 不是她索償五億 為何整髒了一條褲 弄傷了她 就是她的衣服 只是髒了衣服 不是 不見了一條褲 然後她就找回 辯髒了 跟她弄一下 她說不行 就是大件事 這個本身是自己一個法官 是的 那些地方法院 然後被人說 他就撤銷 有些團體 關注法律的團體 即是指责法律制度有很多问题,很多人蓝容,这个问题不只是医疗问题,法律问题是很明显的 像你所说,电器大黄,大把钱,他都不能额外解决就算了,刚才看到香港这么多宗宗宗都是额外解决, 这个问题反映香港的所谓法律方面的诉讼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Dossa,刚才你指的赔偿医管局,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那些是纳税人的钱,你明白吗? 或者...有强大的金钱支援,去打贡的 小醫院可能會賠一百幾十萬給你們 醫館通常都是這樣處理,他免得與病人有官司衝突而引致輿論壓力 他通常都是這樣判的,他也不想在審訊過程反了不清楚的事情 醫療制度裏面不清楚的事情 其實為何到次庭外和解有幾個動力 其中一個動力就是現縮公司自己要求 現縮公司都明知這些官司是益律師 到頭來你所贏的賠款根本不夠律師費 所以保險公司一向作風的態度都是希望你庭外和解 但是庭外和解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發生的事故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而沒有人從而學到東西 大家用一隻掩著你的口 你又不可以告訴你你罰多少錢 很簡單 如果你知道你罰多少錢,其他人就有樣學樣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事故是不斷地重複地發生 因為這些官司最終是因為庭外和解 而將背後的結果被掩蓋 是沒有人從而學到東西的 這就是很多人指出庭外和解 其實有一個背後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結果怎樣呢? 醫院是否疏忽了? 我們從而可以學到什麼呢? 因為通常你付錢後會掩蓋你的口 你不要再說 你不再公開長廠說這件事 所以很多人的 lesson is never learn 這是庭外和解的條件之一 通常都是的 不要再談論 免得別人就有樣學樣來跟進 剛才我們也提及 醫療的保險費是很厲害的 在香港來說是很少的 為什麼是少呢? 因為香港人沒有這種歪風 香港的律師費高到 基本上不是等閒人士可以用 不是有一個真正的主要的目的 或者是爭取幾百億的遺產 你都不會輕易去做這些 剛才你有個例子說 家人說破產也要告他 是呀 好容易破產 告不到 普通人 沒有用的 不是呀 還有那種 發生人生命的那種 可能是不明白那個問題 但是破產 破產 破產是由不宜 因為在美國 導致私人破產 最主要原因就是醫療費用 在美國 這個華爾街很多年前的數據 在美國導致私人破產 最主要原因 不是炒股票炒焦了 不是做生意失敗了 是醫療費用 醫療費用 醫療費用 令到你破產 病一病就破產 打官司 更加輕易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 因為那個當事人我認識的 原來這件事是有關於一個 在大學裡面兩位教授 就大家爭拗一個文 一個文卷 他認為有某教授 將這個文卷抄襲 於是他就告他 為這個文件告的 即你是抄弄我 我的資料 結果大家打 一個私人打 他老公就賣了 爐絲萊絲 賣了一些樓 就跟這位教授打 那教授方面的錢 就是大學幫他付的 結果這條官司打了 成九百幾萬 我相信這個 入建立士 打了幾個 record 是全世界最貴的文卷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Copyright 那個版本 香港大學那單 好 我賣債報紙 即是那些八卦雜誌都說 結果都是判了系 很有趣的法庭 結果是判了系 是他抄襲 是 好了 當你是 結果你的代價就是這樣 即是你的樓也沒有了 你的螺絲萊絲也沒有了 整個家產也沒有了 其實我經常就從而講一講 我經常知道 有一句口頭閃 香港是一個發展的社會 在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 每個人都有採取法律程序的權利 不過 不過 絕小的人 絕小的人 是有這樣的經濟能力去做 可以這樣說 有是等於沒有的 所以 我曾經跟律師的朋友 大家都說 為何香港是沒有這個 所謂的 contingency 官司 打贏才給錢 那個好處 我認為 起碼那個律師 認為 有機會打贏 有才幫你去做 但香港不是的 我認識很多人的經驗 對方律師 一起玩 一會兒你贏 一會兒你贏 下一次他贏 然後你贏 結果 大家就隨便給律師費 最終最終 唯一的輸家 就是 打官司 有看過這個漫畫 這個漫畫 就是講一隻 一隻 南華祖國 前面 律師 有一個人 拉著那個牛頭 來扯一隻牛過去 另外一個人 扯過牛尾 大家在爭 在中間 有一個律師 在爭 這個其實是很貼切的 這個漫畫是很貼切的 我們整個法律界的問題 某個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笑話 是一個悲劇來的 我常以為我們在法律之前有什麼平等 法律 保障我們的公正 其實是一個笑話 一個不是 上高德法院幾十萬一堂 原來我最近有同一位外籍的朋友 他在倫敦大學讀書 又讀了法律 他提及有一位 英國很出名的教授 最近退到有 我一時想不起 他告訴你 整個法律的歷史 一早法律出現 是保障有錢人的利益 由頭到尾法律才出現 早期 英國的法律 要收地稅 房屋的地產稅 他就視乎你那個地方有沒有門 還有門幾高 窮人的門是小些 或者有錢的門大些 總之 整個法律的原意 最終是保護當時有錢人的資產 其實法律的前身是這樣 但當然 如果繼續下去 有些人會覺得是不公平 開始有其他法律走出來 可以這樣說 其實法律的本質 在很多情況之下 都是有錢人絕對絕對是好處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記得我讀醫學院的時候 在浙國城經科醫學院 我們都要讀法律的常識 其中一位律師教授 他是一位猶太律師 他經常說一句精警 我經常都很記得 他説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生活在一個公平的社會 我們只不過是 生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即是法治的社會 不是代表公平的社會 這是一個律師教授 親手 我們全班 全班 我們七國城經科醫生 一百幾十的同學 他教我們 這件事是真的很討厭的 是出自一位 原來很有經驗的律師的口中 他説 不要以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公平的社會 我們只不過是生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絕對不是這樣一回事 我們自己要小心 你做什麼都好 你犯什麼錯都好 不要緊 最重要是不要被人抓到 就是這樣 一個真正的現象就是這樣 好了 講回醫療保險的問題 在加拿大 七倍香港 其實在美國不止 在很多十年前 一位苦產科醫生 他一掛牌 他那個醫療 那個 那個 那個保險費 剩二三萬元美金 這個是講七年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些醫生可能一年的收藥 都是這樣 導致很多苦產科醫生 就不做 我根本拔科不到 不做 其實在一九七六年 羅省醫生 是曾經 因為醫療那個 保險費太貴 就以罷工 那罷工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很有趣 在羅省醫生當時罷工的時候 當地的人的死亡率 是減低了百分之十七 這是很意外的發言 當然 那些罷工原因 就是抗議 我們的醫療保險費 真是太驚人 我們根本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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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了 給你了 給律師了 結果 他們就罷工起來了 死的人死的人少 不過這個都可以解釋 不一定 我覺得 George是怎樣解釋 好像有些個案 你一碰他就死 你每一碰他就死 那你每一碰他就死 這個解釋是有人提出的 即是一面對那個案 那些案子就死 有人提出過這個 好了 有人提出這個情況 其實有時候所有的醫療都有風險 其實我想大家知道 其實所有醫療都認為有風險 那如果你要做 譬如有些是不緊急的 那你不去做 那風險就少了 好了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他們要預測 那你 譬如你在那段時間 少做多 譬如幾千宗或者幾萬宗 那些手術或者醫療的步驟 那你事後你要補回 那病人還在等你 那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當你做回的時候 你的死亡率會怎樣 會高一高的 會高一高的 即是會 人數會死回多些 但發現這件事沒有出現 即是可能他拉長了 他死亡率 即是不會突然高一高 可能因為他有職押 那時候再補回 可能拉均勻了 那你會做回 你會做回 你會立刻一起做 那你會觀察他 你會再排個期 可能排期 你不是觀察他幾年 即是你會期待有個 會高一高才會回復正常 即是有死亡率 那幾個月 要做回手術 那你會做的 有時候 那些 那些 可能變成 這個 都不可以 不可以解釋 那我再給你一些數據 大概好像1977年 在加拿大 Serskatchewan 有醫生大罷工 有死亡率 減了百分之十八 好了 另外一個國家 在哥倫比亞 布克特 醫生大罷工三十幾天 好像五十天 死亡率減了百分之三十六 好了 再一個例子 就是在以色列 醫生大罷工八十天 死亡率減了幾多 減了百分之半 難道你說你會做回家嗎 這個例子 告訴你 美國有一位儀科教授 Robert Mendelsohn 他說 如果我們地球上 所有的西醫 是不做事 我們地球的健康會 辣黑 但這個不是我講 這個是Robert Mendelsohn 他是自己的西醫 不是普通西醫 他是一個德國獎的 儀科教授的西醫 他寫過很多方面的書籍 其中一家出名的 就是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經常有機會 他上來探望他的孫女 講一下TikTok 我經常都可以聽他的 這位老人家 就是過世 他在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他出了幾本書籍 不是 九零年代 出了幾本書 很出名的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有一本書叫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左本書叫做 Mal practice How doctors manipulate women 男人的醫生 所以他自己都說 其實我們成見 醫療的事故 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哪 就是可不可以避免呢 可以這樣說 其實那個問題 就不是說 我們法律方面的安排怎樣 我們事後跟進怎樣 我們背後又不是可以用庭外和解解決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未曾 這個資料其實我都有機會 我以前都提過一下 其實醫療事故 可以說是導致現代人的死亡原因 差不多是最大的死亡原因 在2004年3月的時候 曾經在美國有份報告 由三個醫學博士 兩個PhD 他們做的 他發現 在美國是因為醫療人員所做的事 導致人的死亡 已經成為第一大殺手 差不多是七十九萬六千多人 因為醫生所做的事 不是因為失誤 不是因為失誤 是因為他正常做的事之下 是導致人死的 其中有一個資料 就發現 其實原來在美國每年 就有十一萬三千人 因為藥物的副作用 是導致他們死亡的 有些人說 藥物副作用 很多是因為配錯藥之類 他發現 其實他們的死亡人數裡面 只是有七千多人 是因為藥物配錯藥的 而其他大部分 是正確用藥之下 導致人死亡的 好了 他給了一個很簡單的譬如 這個譬如 就是說 他說 在美國 因為正確用藥之下 的死亡人 差不多是等於一架 森保客機 墮機 導致機上三百多人 因此而死亡 這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醫療的問題 為何這些事故 是不斷出現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避 避的手法 是盡量減少這些 殺傷力這麼大的醫療方法 是這麼簡單的 好似 首先我們提及 這位大學生 在洗澡房 突然之間 昏迷 即是 我估計 他應該是可能 跌一跌的 可能跌一跌 跌傷腦 所以 於是 去處理 但始終 在現時的西醫方法 遇到這些問題 起碼 在這個例子裡 處理不到 我記憶中 我自己也有位病人 他當時 又是女生 又是中學生 又是這樣 在家裡 洗澡的時候 跌傷腦 接著 他就失了記憶 爸爸是誰都記不到 媽媽都不知道是誰 所以 他家裡 怎麼辦 爸爸還有醫生 什麼醫生 精神科 腦科 什麼都去處理 中醫去看 什麼都去看 就差不多 法輪功都去買 什麼都照光 那個女兒 都沒有了記憶 當然 回不了學 媽媽很擔心 怎麼算好 看著他 不敢上班 自己做護士 不敢上班 看著他 有些什麼 抑鬱起離 沉沉短見 之而此類 好 好 好運 結果他就帶了女兒來救我 我看回他的資料 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用同類療法 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我知道 第一 他是撞傷 腦部撞傷 我集中這些藥 是用腦部撞傷的藥去醫治他 好一點點 沒有得了 最後我看到一個精型 另外想起第三隻療劑 我給了他之後 然後很快很快 他的記憶就完全好 好一點 結果他現在正常一個人 好一點 好一點 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情況下 我們用了醫療的工具 它本身的危險 導致很多這些無謂的創傷 我給了另一個人 我只不過在報章上看到 這位深圳這位年輕人 他當時遇到呼吸困難 心臟很痛 這些這樣的案例 在我們同類療法裡面 有一種藥是輪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下 我用這個藥 我告訴你 我們很大機會可以治好它 所以說醫療事故 醫療失誤 是不是可以避免 當然可以避免 我們只是要用一些安全 有效的 傳統幾百年 幾千年的醫療方法 很可惜 在很多國家 香港尤其是 在我們整個醫療 是受西醫的壟斷 令到很多人 是沒有辦法 接受一些更加安全 更加有效的醫療方法 譬如這些資料 如果我們是一般人 都可以 一般家庭 都在醫療教育 衛生教育裡面 都可以避免這些 基本的安全 和療法藥物 一遇到這個情況 你就給 你就根本就是 這些問題就不會再出現 OK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繼續 討論其他問題 好 多謝大家